经常死的朋友都知道 不做死就不会死 三个俄罗斯小哥 计划徒手穿越核废水的防空洞 让我们一探究竟 入口距离地面将近10米 需要支撑着仅有35厘米宽的管道下行 不得不说如此逼子的空间 我的幽闭恐惧症都犯了 经过长达30秒的缓慢坠落 三人依次来到了防空洞的底部 防空洞底部充满了核废水 加之天气炎热这里环境极为恶劣 而且核废水的定点排放 还会对三人的安全造成危险 这个防空洞全长近三公里 几乎全是人工开凿的狭窄坑洞 它们必须在半小时内成功出逃 否则排放的核废水 会彻底淹没整个防空洞 到时候它们也只能丧命如此 不得不说它们胆子是真够大的 在核废水里前行 艰难地穿过防空洞的地下河 它们到达了防空洞的更深处 这里的核辐射可不低 可以达到2000毫西服 可以使人产生疲惫 和红细胞减少的症状 这简直就是一场冒死的极限探险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核废水竟然提前排放了 但三人还是一往无前一路狂飙 越往深处爬行 环境就越发地恶劣 这满池的核废水和四面八方排出的 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战斗民族就是硬核 不知道你敢不敢在核废水里面如此畅满吗 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它们三人还必须在 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憋气从防空洞底部的核废水中穿过 还好距离比较多 不然中途憋不住喝上一口核废水 那就麻烦了 但对于它们三人来讲 这一切都无比的轻松 毕竟它们三人都是洞穴探险的狂热者 然后它们三人下到了防空洞的洞穴部分 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核废水防空洞 所以它有一部分是和山体下的洞穴连接着 它们必须穿过这个极窄的洞穴 才能彻底爬出这个防空洞 它们艰难地穿过天然洞穴 这里也充满了地下水 是不是排放的核废水也随机排进了洞穴内 这没人知道 可庆幸的是它们在最后一刻成功爬出 而核废水也随机彻底排放